YG娱乐旗下的韩国女团BLACKPINK 由GSU、金智秀、Jenny、金珍妮 与韩裔纽西兰及Rose、菩萨英、泰国及LISA四位成员组成 2016年出道以单曲专辑SQUARE ONE 双主打曲Whistle、Bumbaya正式出道 凭借着郎郎上口的音乐成功打进K-pop市场 并在Kochella音乐节一战成名 四人的个人特色与舞台魅力掳获全球粉丝 出道7年时间就创下了20项新纪录 当中人气最高的就属太极成员LISA IG拥有9000多万粉丝追踪 成为韩流明星之冠 本名LISA Manoban的LISA 母亲在泰国市民门望族因此LISA是富三代 而继父是知名的五星级大厨 在泰国曼谷还有开设厨艺学校 虽然LISA的家世背景坚强 但成为女王之路其实相当不容易 2010年YG娱乐宣告 将在世界各地挑选艰巨美貌 畅调实力的全球最强女团 当时年仅14岁的LISA散发独特魅力 气场成功从40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YG娱乐签下的首位外籍明星 14岁的他离香背景到韩国当练习生 承受语言不通与高压训练的折磨 让他天天以泪洗面 索性在其他练习生的陪伴下熬过每个难关 加上从4岁就开始卖力练武打下的基础 LISA成为每次考核成绩都很出色的滋忧生 其精湛的跳舞实力更被封为舞蹈机器 精致深邃的五官与出众气质 更获疯人间芭比的美称 也成功在时尚圈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成名后的LISA也难逃 被网友恶意谩骂的攻击 许多人攻击他来自泰国 东南亚的身份 过去LISA出演韩宗真正的男人体验女兵生活 素颜登场的他被酸民嘲讽 靠农庄演示浓浓的东南亚味 一句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语 也让许多人跳出来帮LISA反击 直言 韩国就是充满这种对东南亚的歧视风气 不过这些攻击丝毫都没有影响到LISA 他深知外籍原始要在韩国演艺圈生存本就困难重重 只有让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才能够让酸民们闭上嘴巴 2021年LISA以单曲 LALISA solo出道 MV中更穿上泰国传统改良式礼服 展现只有泰国独特奢华的美感 而LISA在演艺圈 时尚圈的成功 也为K-pop历史写下新的里程碑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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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DS LISA LIS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